各位來參加由CASE台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所主辦的 探索基礎科學系列講座第16期 命運交響曲的四大樂章 發聲、錯聲、重聲及再聲 本期講座將同步Live網路直播 歡迎各位到現場以及在線上收看轉播的觀眾朋友 和我們一起觀賞今天的講座 本期講座也特別邀請到台大生命科學系李星宇教授 陳俊宏教授以及台大昆蟲系張俊哲教授擔任講座顧問 今天我們邀請到台大醫院肝膽外科主治醫師何明治醫師 談論進行器官移植手術時免疫細胞是如何發揮作用 以及該如何減少人體的免疫反應 來維持移植後器官的正常功能 2016年也快到尾聲時間真的是過得很快 這一年真的是多勢之秋很精彩 我想在人類歷史上以後會記憶比2016年這一年 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事情非常多 可是這麼一轉眼就到12月了 我那天想到說我們已經是最後一個月了 12月已經近12月了 我們這一季的就是2016年秋季的探索基礎科學演講 也到了倒數第二獎 我們這一個探索基礎科學演講 這一期的主題是胚胎發育 簡單講就是跟我們來講一個受精卵如何發育成 我們每一個獨立相似又有不相似的個體 那這樣一個題材當然是非常廣 你可以講的東西非常的多 那我們也只有九獎八獎九獎的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請了這個科學顧問幫我們規劃 那科學顧問有台大生命科學系的陳俊宏教授 台大生命科學系的李馨宇教授 以及台大昆蟲系的張俊哲教授 他今天有事情沒辦法來到現場 我們所依賴的科學顧問特別幫我們安排了一場 我想是比較一般在科普演講 比較不會碰到的主題 以及講者是談氣光移植 那我們的講者是台大醫院的何明治醫師 他同時也是台大醫學系外科教授 那何醫師可以說是台灣做這個器官移植的這個 我想年輕 我不敢講年輕 就壯年這一代的這個第一把了啦 我們以前聽過有李柏黃 不過好像是已經退休了 算是他老四輩 所以這個壯年派 代就是他是第一把了 那麼他是台灣 這個首先到美國學習這個活肝移植的 他的專長就是在肝腫瘤手術肝癌治療肝臟移植 那我想這是今天他要講的這個主題 那他給的這個題目是很有意思 大家我想已經看到了 叫做稻草人 習人和膽小師的願望 我不曉得大家有多少人聽到這三個名字 能夠這個聯想出什麼 也許等一下這個何醫師會講 這個什麼是為什麼稻草人還有習人 稻草人我們當然是中文都知道 習人 聽妹你如果不曉得這個原來這個西方的 什麼樣子的故事把這幾個人物把它湊起來 也不講人物還有獅子 這個可能你不一定知道這個題目的意思 不過也許就是因為你看不懂這個題目 你覺得說我們要來聽一聽 那重點是最後他要談器官移植 這是大家都懂的 OK 大家都知道器官移植是怎麼一回事情 可能你有聽過朋友或者說你的親人 或者有一天我們自己都可能會要接受器官移植 那我們今天就來聽這個精彩的故事 那我現在就請何醫師上台 謝謝高教授的介紹 陳教授 李教授 各位同學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大家午安 今天非常開心有這個機會呢 跟大家來談一下器官移植 那為什麼說稻草人呢 襲人跟獅子的願望 大家都聽過這個 綠野仙宗的這個故事 綠野仙宗呢 說陶勒斯呢 他被一個颶風把他呢 吹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然後呢 他就結交了這三個朋友 那他們呢 個別身體的器官呢 都有了一些缺陷 例如稻草人呢 他缺了腦袋 腦子 那這個襲人呢 缺了他的心臟 獅子呢 沒有勇氣 所以呢 他們都跟陶勒斯呢 一路走 他們希望什麼呢 他們希望到一個奧茲國的地方 希望這個奧茲國的魔法師呢 可以幫忙他把這個器官呢 找回來 種回去 所以為什麼這個跟器官移植有關 因為呢 其實我們器官移植很多時候 的確是被拿來治療這樣的疾病 大家看啊 有一種病叫做 甲基秉二酸血症 這是一種先天性的疾病 它是體染色體的隱性遺傳 那它的問題是什麼呢 它是在整個氨基酸代謝的過程裡面 缺了一個酵素 那缺了這個酵素以後呢 我們的支鏈氨基酸 它在代謝過程裡面 它就不能夠走它正常的代謝路徑 以至於呢 它會產生太多的這個甲基秉二酸 那這個酸在身體裡面累積了以後 它會造成我們血液變得比較酸 那它會有高血胺 然後它會有昏迷 那甚至會死亡 那所以這種小朋友呢 他生活就會受到很多的限制 例如他不能吃麥當勞 那他不能夠感冒感染生病 那因為呢 一感冒感染生病的時候 這個體內的代謝速率增加 氨基酸代謝的速率增加 然後呢就會使得這個酸在身體裡面累積 那所以呢 這種小朋友其實他的生活是不好 就說他沒有辦法跟一般小朋友一樣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藉由器官移植 因為我們給他一個肝臟 一個很大的器官 那這裡面呢 就有這一個酵素的存在 那我有這個酵素以後 我就能代謝這些 所以這個代謝的疾病 就可以被解決 所以這樣的 跟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稻草人 習人 跟這個獅子的願望 其實是很類似的 那 所以呢 其實有很多人類的疾病 我們其實都可以藉由器官移植 來做解決 好 那所以 有一天假設稻草人善心一發說 跟這個習人說 我給你一顆心臟好不好 那你猜習人會怎麼講 我們馬上問一下李星宇教授好了 我手上有個器官庫 什麼器官都有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想要什麼器官 如果今天你非得要選一個器官不可的時候 你可能會選一個什麼器官 不算 可能是你覺得最不滿意的地方 也許是 眼睛 好吧 那我就說 好 我從我的器官庫裡面 拿個眼睛給你好了 你會擔心什麼 什麼牌子 你會覺得 你怕這個器官種進去以後 它不能夠活著 還有沒有呢 會有感染 會有感染進來嘛 對不對 還有呢 對 那個器官不正常嘛 所以越種越不好 的確 其實呢 李教授說的這些呢 都是我們擔心的問題 一個器官離開身體以後 它能不能種回另外一個人身上 那第二個呢 種進去之後 它的大小跟構造跟我的合不合啊 說不定人家李教授本來是個大眼睛 種完了變成瞇瞇眼 對 那這樣子好像也不太好 那器官的功能好不好呢 還有會不會傳染疾病 另外就是這個種了的器官 它會不會用個兩三天 然後就跟我說拜拜不能用了 所以這個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那 所以呢 它的確會問這些問題 所以呢 移植的這個概念 其實在很久以前本來就有 其實大家如果去翻一些 比較早的一些書本 像烈子的湯問篇 在西元前三百年 就有提到這個換新的事情 那不過呢 在比較近的記載 有記載裡面呢 早期的移植呢 其實大部分移植的都是什麼 都是一些組織 那為什麼移植組織 當時大家會覺得比較可接受 因為組織貼到一個地方去 貼到另外一個人身上去的時候 大部分都還可以活一小段時間 所以看起來比較可行 但是我們如果要移植一個器官的時候呢 它的困難是什麼 它要有血管 它要接血管 這個血流要到那個組織裡面去 所以一直到1902年的時候 這時候呢 這個奧地利的外科醫師呢 才第一次的把一個器官 一個狗的腎臟移植到另外一隻狗的頸部去 然後成功的活了五天 這是 就是說在移植的歷史上 可以說是 第一個就是比較成功的一個器官移植 那這個移植呢 告訴我們一件什麼事情呢 的確一個器官呢 它是可以離開身體 然後呢 還種到另外一個人身上去 它是可以活的咧 它不是離開身體以後那個器官就死掉了 它就不會活了 所以當時呢 就已經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那當時呢 有很多人其實都在做這方面的嘗試 可是當時的問題是 技術不夠好 常常呢 那個器官不好是因為怎麼樣 是血管接了不通啦 就是 血管接了以後它血流進不去嘛 那所以那個器官就自然 它就死掉了 所以呢 在當時有另外一位法國的外科醫師呢 他當時呢 他就想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時呢 他請了很多這些繡花的專家 來教他怎麼縫啦 然後做了很多這些 這個動物的實驗 那結果呢 他就提出一個辦法 就是說 可以把血管的三個角吊起來 那吊起來以後怎麼樣呢 就會不會 血管的前臂就不會跟前臂貼在一起嘛 然後呢 他就可以很輕鬆的把這個血管縫起來 而且不會去縫到後面的血管 那這樣子的話 就比較容易成功 OK 所以從這個時候 他發表了這樣的方法以後 就一大堆人開始做器官移植 因為大家覺得說 我既然血管接得通 那個器官也會活 那我就開始做器官移植啦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候 有一陣子大家非常的 努力的去嘗試做器官移植 那 所以在那個時間呢 你看喔 大家試著把山羊跟豬的腎臟 把它移植到這個腎衰竭的人的手臂上去 那或者是說呢 把這個人類嬰兒死亡以後的腎臟呢 把它移植到猴子身上去 那或者是把猴子的腎臟移植到女性的病人身上 其實他的目的沒有什麼 就是他的目的都是為了去治療疾病 因為很多人腎臟不好嘛 那我看一個好的腎臟 是不是這個人的生活 就會回復到正常 所以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可是結果都是什麼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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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單單到器官離開人體可以活著 還有呢 就是血管接通了以後 有血流以後 這個器官還可以繼續存活 這件事情好像不太夠 那因為失敗的機會太 失敗的例子太多了 所以呢 從1910年以後 大概這種做法 這種治療呢 就停頓了有一段時間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怎麼做怎麼失敗 那但是這中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時候呢 有個科學家 就Metalwar 那他呢 他因為他本身 其實是被徵召去 就是說做一些燒傷的軍人 幫他換這個皮膚的工作 就是說有很多病人在打仗當中 他的皮膚燒傷了 所以他就必須去移植一塊皮膚 希望把那個燒傷的皮膚 把它補起來 可是他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呢 如果這個皮膚是從自己的身上來的 例如說 手上燒傷了 我從腿刮一塊皮膚上來 補在手上 這個皮膚可以長期存活 可是呢 如果他用別人的皮膚 來移植的時候呢 這個別人的皮膚呢 是不會活的 那他就覺得很有趣 所以他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他就把它拿下來在顯微鏡下觀察 我們大部分 大概大家都會覺得說 反正活了就活了 死了就死了 沒有再想進一步 可是他覺得很有興趣的狀況之下呢 他就去做了一些觀察 他發現呢 用自己皮膚移植的這些人呢 他的血管在移植後的3到7天 血管就開始慢慢的長起來 一個禮拜以後 血管越長越多 然後呢 到一個禮拜以後呢 他就發現說 周邊有一點點少數的 這種適中性的血球 白血球開始出現 可是過了兩個禮拜以後 這個皮膚就癒合就好了 然後這種發炎反應也就消失了 這是自己用自己的皮膚移植 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如果用另外一個人的皮膚 來移植的時候呢 他不一樣的是 剛開始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這些血管慢慢形成 可是到第三 到一個禮拜左右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他周圍有好多好多的這些 白血球的浸潤 就是有好多好多白血球 會跑到這個移植的這個皮膚裡來 那到兩個禮拜以後呢 竟然這個皮膚就死掉了 那如果我再用一次 這個人的皮膚再重一次 因為前一次失敗嘛 那可能是我照顧好 所以呢 再重一次 結果呢 這個反應更加劇烈 可能呢 移植後的三四天 這個浸潤就很厲害 不到一個禮拜 這個皮膚就壞掉了 所以在這個觀察裡面 他得到了一個結論 移植的排斥呢 跟淋巴球的浸潤有關 而且這種反應呢 它是有記憶性的 上次我看到一個敵人 我第一次還不認識他 所以我還得稍微認識一下他 然後再把他殺掉 當這個敵人第二次進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他就是敵人 所以第二次就很快把他殺掉了 所以這種移植的排斥呢 它是一個可以獲得的免疫反應 也就是說我第一次遇到他以後 我第二次遇到他 這個反應可以更加的劇烈 這是當時他得到的一個結論 再來呢 後來接續的研究裡面 又有人發現說 移植他會不會排斥 好像跟他的遺傳是有關係的 如果呢 像這個A品系的老鼠 他把皮膚種到另外一隻A品系 同樣品系的老鼠身上的時候呢 他的皮膚可以被接受 但是如果說我們種了一個B品系的老鼠皮膚 到A品系老鼠的皮膚上面去的時候 這個皮膚呢是會被排斥掉的 那如果A品系跟B品系結婚生小孩 然後呢生了一個A層B的老鼠的時候 我們再把B品系的老鼠皮膚種到這個後代裡面去 你就會發現說他可以接受 為什麼 因為這隻老鼠體內他帶著A的基因 也帶著B的基因 所以你種B給他的時候怎麼樣 他會覺得B是我的啊 是我自己的啊 所以他就不會去排斥 那如果倒過來我們把A層B的老鼠的皮膚 種給B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狀況 因為這隻B的老鼠呢 他只認識這個B的基因 所以呢 當你種A的皮膚給他的時候 他會覺得A的是怎麼樣 是外來的嘛 不是我的 所以呢 他就把這個皮膚給排斥掉了 所以呢 這個排斥的反應好像也跟這個遺傳是有關係的 這兩件事情在那個階段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發現 所以提出這些觀察跟結論的人後來都得了諾貝爾獎 所以呢 在這段時間大家都開始知道說排斥反應跟免疫有關 而免疫又跟遺傳有點關係 好 那所以在那段時間以後 大家就開始改變了原先的做法 他不是亂種 不是隨便拿個腎臟就開始種 你看他後來的嘗試都是怎麼樣呢 他用同種的遺植 人給人 那會不會成功 還有就是 甚至他還會去看血型要相同 同種好像還不行 還得血型要相同 所以呢 這個時候他的腎臟就開始好像可以活久一點喔 那再來的話 同血型還不夠 我還要他是親屬 兩個人還有親戚關係 有血緣關係 這樣子的話 這個腎臟好像比較容易成功 然後到1954年 美國的這兩位科學家 第一次完成了同卵雙生間的腎臟移植 那這個移植就成功了 這個是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腎臟移植 所以就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這兩個人捐贈者跟接受者 他們是同樣的基因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移植是可以成功的 他這個器官是可以長期存活的 所以這個在器官移植上 大家就知道說這件事情可行耶 真的可行 所以呢 器官移植是否存活 與器官移植的器官的來源是有關的 我前面講這麼多呢 這一題我先試試看 大家聽得懂聽不懂 我們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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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排 一二三四好了 第四位 我這裡有四種移植 第一個就是自己的皮膚移植給自己的皮膚 第二個呢是同種的 就是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然後這個習仁移植給這個習仁 再來這個是兩個都是習仁 但是這個是黑習仁這個是白習仁 然後這個是獅子就移植給習仁皮膚 哪幾個會活 第一個跟第二個 第一個跟第二個 OK好 標準答案 所以我想這個前面的部分 大家應該是有聽懂 所以在名詞上我們講什麼呢 第一個這個叫做自體移植 叫做autograft 然後第二個這個叫做同系移植 叫做isograft 就是說是同樣基因的人 互相做移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同種移植 同種移植就是說 它雖然是都是習仁 可是它一個是黑的一個是白的 這樣就不行 那異種移植這個距離更遠 這個更加不行 OK好 那所以大家現在就知道說 原來移植它要成功 有一定的條件的 有一定的條件的 那其中這個條件 會不會就是大家所想的免疫系統 OK 那免疫系統是拿來做什麼的呢 我們的免疫系統 基本上含了很多很多的細胞 還有抗體還有補體這些東西 那它原本的作用是拿來做什麼 當然它是要抵抗外來的這些 病原菌的一些入侵嘛 包括說病毒 細菌 黴菌等等 很多外來的這些東西的入侵 所以我們人為什麼可以在充滿這種 這些病原菌的地方 我們可以存活 當然是因為我們有這個免疫系統 可是呢在器官移植的時候 這個免疫系統就變成是一個障礙 就會讓我們這個器官沒有辦法 順利的在我們身體裡面存活 可是免疫系統怎麼會知道 它怎麼會知道說誰是誰呢 它怎麼會知道說這個器官是我的 還是你的 它怎麼會知道說這到底是敵人 還是不是敵人 在1948年到1958年這個之間 這一些科學家呢 他們就發現了在動物身上 有一種叫做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物 我們簡稱MHC 那這個東西是幹嘛呢 它是一組在細胞表面 然後幫助免疫系統 來辨別外來物的一些分子 就是說它相當於是身上的標記 就是說我要去看這個人 是不是我同一隊的 是不是我同一組人 大家現在穿隊服嘛 每一隊打球的時候穿隊服嘛 那在細胞上面呢 它就是靠這個MHC 來辨認到底它是不是我同一隊的 OK 好 那在人類的這個MHC糖蛋白呢 它又稱為 Human Leucoside Antigen 就是HLA 就是這個分子 好 那它怎麼來辨別呢 它總共有兩種 一種叫做第一型的MHC分子 那D型的MHC分子 它是怎麼樣來把抗原去秀給自己的免疫細胞看 它呢通常這個MHC D型的MHC分子呢 基本上它存在我們身體的所有細胞 就是我們體內的所有細胞 幾乎所有細胞都有這個MHC Class 1 那這個Class 1它表達抗原的方式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當這個細胞它可能被感染 或者它是一個捐贈者細胞的時候 那它裡面的抗原呢 會在自己的細胞裡面 就自己細胞裡面的抗原 會經過一個蛋白媒體 然後呢 把它裂解成抗原的片段 就是一段一段的抗原 然後這個小一段一段的抗原呢 就會跟這個MHC Class 1 D型的MHC分子 結合在一起 然後呢 這個抗原表現分子 就會把這個的結合物 把它表現在自己的細胞膜上面 然後呢 這個表達出來的這個MHC Class 1 跟抗原呢 它會去讓這個CD8 也就是殺手T細胞來認識它 那它認識它之後呢 它就會把這個細胞給殺掉 也就是說呢 它是把自己身體裡面的抗原 把它表達在這個細胞的上面 然後呢 去讓這個殺手T細胞 它上面有一個接受體 去跟它結合 認識它 認識它 它就知道說 這個是抗原 這個是我不要的東西 然後它就會去把它破壞掉 這個是MHC Class 1 作用的方式 OK 那再來 MHC Class 2 它最大的不同在哪裡呢 它的抗原是從外面吃進來的 它的抗原是從外面吃進來的 你看喔 它的微生物或者外來抗原是在這裡 然後這個抗原表達分子呢 這種MHC Class 2呢 大部分是在聚氏細胞 B細胞跟素土狀細胞裡面 它不是所有的細胞都有 然後呢 它會把這個抗原吃進去 吃進去以後 一樣把它裂解成一片一片的 抗原的片段 然後再由MHC Class 2的分子呢 把它表達在細胞膜上面 那這時候它活化的這種T細胞呢 就是輔助T細胞 就是CD4的輔助T細胞 它不是CD8 不是殺手細胞 所以Class 1活化的是CD8殺手細胞 Class 2活化的是CD4這種輔助細胞 那輔助細胞發揮功能的方式呢 它是去自己刺激自己 繼續去分化繁殖 那它的 而且它同時也可以去活化這個殺手T細胞 同時活化B細胞去製造抗體 所以它的活化過程是這個樣子 OK 所以它兩個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所以簡單說 我們如果要好記的話 怎麼想呢 MHC Class 1這種細胞呢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感染了 我生病了 殺死我吧 OK MHC Class 1 它的作用方式是這樣 MHC Class 2呢 它是說有敵人來了 它是外來的一個抗原 然後我把它吃進來 我表達出來之後呢 然後去叫其他的同伴 其他的軍隊 去把這個抗原給消滅掉 好 所以它兩種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是我們人體裡面 怎麼把這些抗原呈現給我們的免疫細胞 它的方式 好 好 這個圖變得很花 很複雜 這是人類移植的時候 排斥發生的事情 但是大家不要緊張 因為大部分的內容 我剛才都講完了 OK 我們排斥的時候呢 有兩個途徑 第一個途徑叫做直接途徑 另外一個叫做間接途徑 什麼叫做直接途徑呢 就是說 它直接途徑的這些抗原表現分子 是在我們移植的器官裡面 例如說 我現在有一個腎臟移植到我們身上來 那這個腎臟本身 這個腎臟本身 它裡面的抗原表現分子呢 它去活化了 依照剛才的說法 它去藉由MHC class 1 去活化了殺手T細胞 然後呢 接下來殺手T細胞 就會去破壞這些表達出抗原的細胞 那這些表達出抗原的細胞 有可能是血管裡面的內皮細胞 也有可能是腎臟小管的細胞 所以呢 這些細胞表達出這些抗原之後 然後呢 它就藉由這樣子的方式呢 造成血管的酸塞 跟腎小管的破壞 那同時呢 這個抗原表達細胞 它也可以透過MHC class 2 然後跟輔助T細胞的結合 然後接下去呢 活化了巨視細胞 然後去攻擊這個腎小管 所以這個抗原表達細胞 它存在於腎臟裡面 然後自己去表達這些抗原 然後造成這些免疫反應 這個叫做直接途徑 那另外一個叫間接途徑 間接途徑的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抗原表達細胞基本上是接受者的 是接受器官那個人的 所以呢 它就只有在這些巨視細胞啦 B細胞啦 這些細胞上面 然後它怎麼去表達這個抗原呢 它是去認識這個外來的 這個移植物的細胞 例如說我們移植了一個腎臟進去 那這個移植進去的腎臟呢 它有些細胞破壞掉了 那有些抗原跑出來了 然後就被這個抗原表達細胞給吃進去 那吃進去以後呢 它再去活化這個輔助的T細胞 接下來呢 一樣走相同的路 它去活化了巨視細胞 或者是去活化淋巴球 那產生抗體 然後造成這個移植器官的破壞 所以最基本移植的排斥走的就是這些路 所以大家如果能夠了解這個路徑 大概大家對移植的排斥 就已經了解一大半了 那大概今天的課也就到此為止 但是呢其實中間 當然我們不是只是知道 我們還要解決問題嘛 還要解決問題 所以這是急性排斥的時候 我們發生的事情 就是中了一個器官 然後最後這個器官被排斥掉 通常它發生的事情 但是還有一種叫超極性排斥 什麼叫超極性 就是器官種進去幾個鐘頭 那個器官就被排斥掉了 幾個鐘頭喔 連手術都還沒開完 你就看到那個器官就黑掉了 有耶 真的有這種狀況 那這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這個其實超極性排斥通常它發生 都是發生在一些OABO血型不符 或者是呢有懷孕很多次 或者是反覆輸血這樣子的病人身上 那為什麼這種人它會發生超極性排斥呢 因為它接觸過很多外來的這些抗原 它每一次接觸抗原的時候 怎麼樣它會產生抗體嘛 它會產生抗體 所以這個器官還沒移植進來之前呢 這個接受者身上 其實它就已經有抗體存在 本來這個體內它就有抗體存在 所以你只要把器官移植上去 它的抗體馬上就跟抗原結合 馬上就認識說那個壞人又來了 它就開始免疫反應 所以呢很快的幾個鐘頭之內 它就活化了補體 然後造成我們血管裡面形成很多的血栓 還吸引一大堆這些發炎的血球過來 然後呢把這些細胞給破壞掉 所以呢這樣子的反應 它發生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幾乎那個器官都還來不及開始工作 它就死了 所以這叫超極性排斥 那還有一種排斥呢 叫做慢性排斥 顧名思義它是慢慢來的 那這慢慢來的排斥呢 通常它的原因是因為有持續性的一個急性排斥 就是我們原先那個急性排斥呢 它一直持續存在 或者是說呢 我們抗排斥藥呢使用的不恰當 用的太少了 雖然表面上那個器官好像還活著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些抗原表現分子 或者是這些CD4的這些輔助細胞 其實它都還按地理慢慢在工作 所以呢它就會釋放出很多細胞激素 讓這個血管周圍的這些纖維組織呢 慢慢地生長 最後呢阻塞血管 所以呢就造成一個所謂的慢性排斥 那這種慢性排斥到目前為止 幾乎沒有什麼好的治療辦法 就是因為它發現的通常都很晚 都到已經出現了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我們才知道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慢性排斥 其實還沒有很好的控制方法 所以講了我們知道排斥這件事情 還知道它有急性排斥 超急性排斥有慢性排斥之後 我們就開始想 那我怎麼來預防這些排斥的反應 我怎麼來預防這些排斥的反應 那當然呢第一個血型配對 這我想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我們在輸血的時候都要去配對這個血型 ABO血型要相浮嘛 那因為呢你血型不浮的時候呢 有可能我們器官一種進去 就受到這些ABO的抗體的攻擊 所以它就發生一個超急性的排斥 所以這個當然會出現問題 那接下來呢就要做組織配對 或者是細胞毒性的測試 另外如果這些測試都做了 還是有可能發生排斥 那我們就要用抗排斥藥 那什麼叫這種組織相容性的這個MHC的配對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一看 這個分子是怎麼回事 這個分子基本上呢 它的基因是在我們的第六對染色體上面 然後呢它主要的區域是在這個短B上面 它有分成ABCDPDQDR這些位置 它是在同一條染色體上 那所以呢當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有兩條的第六對染色體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會有一對的組合 會有一對的組合 那所以呢如果說像這個藍色的是爸爸 紅色的是媽媽 然後呢他們兩個結婚生下四個小孩 那他們就會有這四種組合 這個對這個 這個配這個 還有下面這個配上面 下面配下面 就有四種組合 所以呢我們如果要找一個MHC 完全跟自己一樣的人 找自己的兄弟姐妹 找得到找不到 找自己的兄弟姐妹喔 有多少的機會可能找得到 蛤 這裡很多我們高中的同學嘛 應該會知道 舉手一下好不好 應該有四分之一機會嘛 應該有四分之一機會嘛 所以就是說有四分之一的機會 你可能會找到一個跟你一樣的 可是這世界上其實MHC 會完全一樣的人 其實非常非常難找 因為呢這幾個我現在寫的 AB跟DR是跟器官的排斥 最有關的幾個MHC分子 那這個AB跟DR呢 它分別有多少個 A有59個 B呢有112個 那DR呢有120幾個 所以這三個組合起來呢 就很恐怖了 所以幾乎很難找得到 所以為什麼很多時候 我們在骨髓移植的時候 它有一個骨髓庫 因為呢我們就是要 一大堆的人來塞 你才可以塞得到 跟自己比較相近的人 OK 那這個呢 它當它發生不穩核的狀況的時候 它有6個不穩核 跟0個不穩核 它的器官存活狀況會差很多 每多一個MHC不穩核的位置 它會發生這種移植物失敗的機率 大概會增加個10%到15%之間 就是說你多一個不穩核 這個失敗的機率可能就會高 當然這個失敗的機率跟器官有關 有的器官比較重要 有的器官就不太重要 像腎臟它做這個就很重要 可是呢像肝臟 我們以前不太理這個事情 因為肝臟的器官太大 所以即使有一點點不穩核 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呢這個的重要性仍然是存在的 這個就是說從它的基因上面 我們去知道說 到底這兩個人 它的基因上面到底是不是吻核 接下來呢 我們前面提到會排斥有時候是因為 它原來這個接受者身上 就有抗體的存在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在移植之前 就先試試看 能不能知道說這個接受者的身上 它已經存在著針對對方的抗體 所以這個叫做細胞毒殺實驗 什麼意思呢 我就是抽了接受者的血漿 那在血漿裡面呢 它就可能會含有這個HLA的抗體 那當我把捐贈者的淋巴球 跟這個血漿混合的時候 如果呢它裡面有抗體 這個淋巴球就會被破壞掉 所以它就會有裂解的狀況 那如果它裡面沒有抗體 你把它混在一起呢 這個抗體跟抗原 兩個互相不認識 所以那個淋巴球就不會被破壞 所以這淋巴球就不會裂解掉 所以呢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可以知道說 針對這個特別的捐贈者 它身體裡面是不是有抗體的存在 藉由這種方式可以知道說 移植以後有沒有可能發生排斥 那接下來就是免疫之劑了 即使我們做了很多的這些檢測 其實雖然能夠減少這個排斥的機率 但是畢竟還是外來的東西 那接觸久了 我總是有一天會認識它是壞人 我們一起生活同學同一班 那相處久了 我總會知道說 有哪些人跟我不太合 那所以呢 還是需要一些藥物來做這樣的控制 那這裡面當然就包括了很多 我們現在在臨床上有在使用 或者是已經沒有使用的抗排斥藥 第一個 類固醇 類固醇是大家最熟悉的這個抗排斥藥 那它的效用呢 其實是很多方面的 那它主要的作用方式是 藉由一個類固醇的接受體呢 到我們細胞裡面 它一方面呢抑制掉很多發炎相關的一些蛋白質的表現 同時呢 它也促進了很多 可以把發炎反應抑制下來的一些蛋白質 所以呢 它藉由這樣的方式呢 可以減抑制所有的發炎反應 那減輕發炎反應相關的症狀 那它幾乎對所有的免疫細胞都有作用 它可以呢 就是在胸腺中呢 影響T細胞的分化跟數量 抑制白血球在發源部位的累積 那也可以抑制聚細胞的功能 包括轉離或者弑菌作用 所以呢 它的作用是很多方面的 所以呢 以前類固醇有人說 它美國先丹 美國先丹 就是因為它作用的方式太多了 所以當病看不懂的時候 就給病人吃類固醇 因為呢你看不懂嘛 反正你就是通殺 所以呢 就給它吃類固醇 那即使到現在 我想還是有人這麼幹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早期就 大家就知道 它可以用來做一個免疫意志劑 可是類固醇呢 它的副作用很多啦 包括呢 它可以造成骨質疏鬆 然後它會造成血糖上升 然後造成高血壓 心血管的疾病 然後吃類固醇的人呢 臉會圓圓的 這種月亮臉 不是上旋月 不是下旋月 它是圓圓的月亮臉 OK 它是月亮臉 水牛肩 肩膀變得很垮這樣子 然後呢 它皮膚會變薄 傷口會變不好 所以大家癢的時候 類固醇尿膏不要拼命擦 因為越擦會越薄 所以它會有這樣的副作用 而且它感染的機率會增加 所以類固醇不是一個很好的抗排制藥 因為它的好處是在於 它對所有的免疫反應都會有效 可是它有很多的副作用 而且單獨使用類固醇 也沒有辦法讓器官長期存活 好 所以我們就要想其他的辦法 我們前面講到免疫反應怎麼樣呢 它有很多透過這種T細胞 B細胞的作用 然後呢 造成我們器官的排斥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要不要就把這些T細胞 把它的數量減少 或者把它的作用減低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有可能會可以控制這個排斥的狀況 好 那這些做法呢 在以前其實都有嘗試 而且甚至都有藥物出來 第一個呢 就是針對T細胞的一個多株抗體 Polychronous Antibody 它是一個多株抗體 那簡單說這個抗體怎麼做的呢 這個就是把淋巴球呢 把它打到馬或者兔子的身上去 你打上去以後呢 這些動物它就會產生 對這個淋巴球 或者它的一些抗原的一些抗體嘛 然後我們再從馬跟兔子身上呢 抽它的血清 那這血清裡面 就已經有針對淋巴球的抗體 之後呢 把它打回人的身上去 那這樣子 它就可以針對這些多數的T細胞接受體呢 它會去認識它 然後把這些T細胞給破壞掉 那自然而然就可以讓T細胞的數量減少 OK 所以減少T細胞之後呢 它甚至在T細胞複育的時候 它會產生比較多的抑制性T細胞 什麼是抑制性T細胞呢 有一種T細胞很奇怪 它不是去增加我們的免疫反應 它反而是叫自己的同伴說 你們休息一下不要再去打了 它會抑制掉那些已經被活化的T細胞 所以反而會讓免疫反應呢 反而會減低下來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作用 好像有機會可以去抑制掉免疫反應 這個的確到現在都還有在用這個藥 就是說我們在遇到很多這些沒有辦法 很難控制的排斥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用到ATG 那有時候有些器官離職 它在初期需要比較大量的免疫之劑的時候 也會用到ATG 所以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但是它臨床上可以發展出一個可以使用的藥物 好 那有沒有一些比較特異性的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是多株抗體 就是說它認識的抗原很多 如果說我們想說 那我不要那麼隨便到處亂打 我可以打一個比較特殊的單株抗體 那有的就是在1985年 這個OK T3 就是針對CD3的這一個抗體 是第一個 就是成功上市的一個單株抗體 那這個單株抗體它針對的對象是誰呢 是在成熟的T細胞末表面 才會呈現的這個CD3 那所以當這個抗體打了以後 它會消滅掉很多成熟的T細胞 那這樣子也可以讓這些T細胞的數量減少 減低我們的免疫反應 所以OK T3也是一個相當有名的藥 那它的效果可使用在一些類固醇 沒有辦法控制的一些急性排斥 那但是它的副作用是什麼呢 因為這些細胞被破壞之後 它裡面很多的細胞激素 會一下子就釋放出來 所以呢它容易會造成一些好像發炎 人很不像大家嚴重感冒的時候 呈現的那種症狀 很累啊發燒啊 然後一副全身沒力氣的樣子 那所以會有細胞激素釋放的症候群 然後因為它消滅很多白血球 所以白血球的數量會缺乏 那反覆使用之後呢 因為它本身也是一個蛋白質 所以慢慢的這些蛋白質打進來的時候 它能夠存在身體的時間就會越來越短 所以呢反覆使用之後 它就會有耐受性跟過敏反應 所以這是這個藥的缺點 所以這個藥雖然早期它的表現相當不錯 但是這個藥到現在它已經下市了 就是不再生產了 那因為它有很多的這些副作用存在 那接下來我們前面講兩個抗體 它是為了讓T細胞的數量減少 那我們如果說 有沒有辦法讓這個T細胞的功能 不要那麼的旺盛 我就是只是讓它的功能變少 這樣就好 有的 有的 其實大家從前面我們所講的這種 這種排斥MFCC去表現抗原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大家如果再更仔細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說當這個CD4輔助T細胞 接受到這個抗原表現細胞給它的訊息說 已經有這個抗原進來了 然後這個CD4它會做什麼反應呢 它會去釋放出interleukin-2 IL-2就是一個界白質 中文是這樣講 但是大家記得就是IL-2 IL-2這一個分子 那這個分子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它會回過頭刺激本身的輔助T細胞 繼續的分化繁殖 讓這個數量越來越多 成熟活化的T細胞越來越多 同時它也會去刺激這個殺手T細胞的分化跟繁殖 所以如果這個IL-2的刺激 我們可以把它阻斷掉的時候 它後面的這些有活性的T細胞 它的分化跟繁殖就會受到抑制 所以這個是用IL-2這個部分的阻斷 想要去達到一個抗排斥的效果 所以就有人做出了IL-2接受體的抗體 這個抗體它的目的就是說 它會去跟這些活化的T細胞表面的 那個IL-2的接受體去結合 就是我們前一張圖 這個IL-2的接受體 這個抗體會去跟這個接受體結合 結合了之後呢 它原本應該要接受IL-2的刺激 可是因為那個位置已經被站了 所以說不定我們外面也有很多人 因為裡面沒位置所以在外面站著 它不會發生反應 所以就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然後讓IL-2的訊號沒有辦法去刺激 新的這些T細胞的形成跟分化 所以在IL-2的接受體這種抗體 它可以用於預防急性的排斥 因為它只有作用在這個IL-2的接受體上面 所以它比較有選擇性 而且它的構造裡面 有部分是人類抗體的構造 所以它發生的副作用也比較小 所以到目前為止這個藥我們都還在使用 都還在使用 在移植的早期剛移植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個藥去抑制排斥 所以這是一個就是越來 大家越清楚它的作用機制 然後就可以藉由一些選擇性的免疫抑制 來控制這個排斥 接下來跟IL-2還是有關 這個藥其實是目前在移植界最重要的一個藥 就是環包菌素還有後來發展的一個叫做Tacolimus 就是FK506 這是兩種藥 環包菌素是1983年開始上市 在這個之後移植才有很大的發展 因為這兩種藥是目前為二 可以單獨使用使得器官不排斥的藥 其他的藥基本上單靠一種都不太可能達到不排斥的狀況 只有這兩種藥你單用一種 大概就可以長期維持這個病人不要發生排斥 所以這個藥非常的重要 這兩種藥它的作用方式是進到細胞之後 然後跟這個鈣條磷酸酶 就是Casinurine去阻斷這個磷酸酶的作用 使得IL-2的合成受到阻礙 不能夠合成IL-2 所以你吃了這個藥之後 IL-2的製造就會減低 減低之後它後面這些T細胞的活化 就會受到抑制 所以它能達到抗排斥的效果 所以這兩種藥它的目標 它雖然結合的是這個磷酸酶 但是它抑制的是這個磷酸酶 但是最終它受到影響的是IL-2的製造 這兩種藥它是好在它抗排斥的效果很好 但是它也有一些缺點 例如Casinurine它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會有腎功能不正常的問題 長期使用累積的劑量大以後 常常病人的腎功能會變得不好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藥會使得毛髮增生 長髮 而且不一定長在你想長的地方 而且長出來還比較細一點 另外的話牙齦肥厚 牙齦會變得很厚 所以外觀上不太好看 所以其實很多的小朋友父母親 不太願意讓自己小孩吃這個藥 FK506當然它沒有這樣的副作用 但是它血糖會比較高 它也有它的副作用一樣有腎功能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些藥多多少少 都還是有它的一些副作用在 我們前面講的是要阻斷前面這一段 就是說去活化後來T細胞增生分化的這個過程 我可不可以前面不管了 反正我就是讓它後面T細胞 不要複製 不要繁殖就好了 我讓它細胞的數量再少 所以還有兩種藥它的作用方式 是去抑制這個IL2 結合在T細胞表面的受體以後 然後造成的細胞增殖 其中一種是這個 是這一邊的 這邊的藥代表性的藥叫做MMF 它是這個藥它基本上它是去抑制 就是說抑制這個DNA的合成 它讓DNA不會合成 不會合成之後這個細胞周期 就沒辦法進行下去 所以它就會減少這個T細胞的繁殖跟複製 它的副作用它因為抑制了T細胞的複製繁殖 但是它並沒有那麼高的選擇性 所以吃這個藥的人 它腸胃會不太舒服 白雪球數量也會下降 這是它的問題 除此之外 前面它要開始進入細胞周期的時候 它這個IL2的接受體 還會經過一個叫MTOR的訊息傳導路徑 那MTOR的傳導路徑 基本上在細胞裡面 它是接受了這些生長因子 或者養分的刺激之後 然後它會造成這個細胞的增殖 血管的新生還有葡萄糖的攝取 所以如果我把MTOR這一個傳導路徑 把它阻斷掉的時候 這個細胞就不會增殖 它不會血管新生 它沒有辦法攝取營養 這樣子的話也可以造成這些T細胞 它沒有活性或者數量減少 所以這個是另外可以達到免疫抑制的效果 所以整個來說 我們要控制一個排斥 有這麼多的方法可以用 這些方法都來自於 我們對於免疫反應的一個了解 一般這種免疫反應大家回顧一下 就知道說它要有一個 抗原表達的細胞 然後去跟T細胞結合在一起 在這裡結合在一起 然後去活化這個IL-2的基因 然後製造IL-2 回過頭再刺激自己的IL-2接受體 然後再讓自己的細胞去複製繁殖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的幾種藥 有的是用抗體直接去針對這個T細胞做破壞 這是一種方法 或者是說我們是利用這個IL-2的抗體 去把IL-2接受體把它阻斷掉 讓它不要接受IL-2的訊號 或者是我用一些方法讓它不會製造IL-2 就是現在的Psychosporin 環包靈還有FK506 藉由的是這個辦法 或者是我接受了刺激 但是我讓它不要進入細胞周期 這個細胞不要繁殖 這樣子也可以達到免疫的效果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用的辦法 所以實際上臨床上我們怎麼用 目前在台大醫院的做法是這樣 我們剛才提過 像IL-那個Casinurine inhibitor 包括FK506-Psychosporin 它是唯一一個可以單獨使用 而且維持不排斥的藥 所以我們就以它為基底 以它為基礎 然後另外會加上一點類固醇 因為剛開始的免疫反應 可能每個人都不一樣 那可能每一種免疫反應都會有 所以剛開始使用比較大量的類固醇 可是到了一個禮拜一個月之後 我們就會把類固醇的量給它調低 那剛移植完 因為免疫的反應會比較大 所以這時候我們打兩次的IL-2的抗體 去block掉 去把那個接受體的作用把它阻斷掉 所以剛開始會用比較多的抗排斥藥 去抑制這個排斥反應 可是到後來可能都只留下FK506一種 或者Psychosporin一種 這樣子病人吃藥上面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至於那些腎臟不好 不能長期使用這種 Casinurine inhibitor的病人 我們額外的可能會給它一些像MMF 去阻斷它的細胞周期 不要讓它去繁殖 那也可以用MTOR的Inhibitor 去讓這些T細胞不會繁殖 那這樣子的組合之下 我們可以控制這些病人 他的器官可以一直維持運作 OK 所以這是目前我們抗排斥藥的一個使用方式 所以我給大家看看這樣做了以後 我們的成績怎麼樣 現在來說我們肝臟移植的存活率 可以到70%以上 這已經追蹤到20年了 所以我們其實在肝臟移植的歷史上 肝臟目前是一個唯一沒有使用年限的器官 它很大 所以它本身它可以再生 所以我們還不知道一個肝臟種進去之後 到底這個肝臟可以用多久 所以沒有那種大家在食品包裝上看到的日期 另外肝癌的病人 其實大家常常會遇到有一些肝癌肝硬化的病人 很可憐 他沒辦法開刀 肝功能不好 我們一樣可以把它的肝換掉 這樣子的話它就可以 你看我們移植以後 它的存活狀況追蹤到10年也有80%左右 它的復發率還比做切除的人要少 因為我們已經把整個肝臟都拿掉了 所以它那個生病的肝臟已經不再存在 所以它就不會那麼快的再長腫瘤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治療方式 只要我們在抗排斥藥上面能夠多做努力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得到相當不錯的一個效果 可是雖然前面大概100年來我們解決 可能之前的科學家解決了很多問題 可是機關來源仍然是個大問題 我們前面提到過要成功 你一定要去找一個跟自己基因相同的人 對不對 可是基本上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我們都沒有同卵雙包 所以你很難去找一個跟自己 這個完全相符 MHC完全相符的人來做移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台灣 我們等候機關移植的人 現在登記在案有8856個人 每一年我們能夠得到的大愛捐贈的器官 我們只有724 差很多耶 幾乎不到十分之一 所以呢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差距 那我們怎麼來彌補這個差距呢 通常有幾個辦法 以肝臟為例 我們呢 如果得到一個器官 我們善用它 所以呢 把它切成兩半 一邊給一個 所以一次可以就兩個 這是一個做法 那第二種做法呢 做法呢 就是從活體上來捐 就是在座各位 如果說你肝臟良好 肝臟很好 那身體健康 沒有什麼傳染性疾病 基本上呢 如果有個自己的 五等親裡面的家屬需要肝臟移植 我們是可以割一塊給他的 這是第二種方法 第三種方法叫做接續移植 接續移植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可能這個人呢 他這個肝臟缺了某種酵素 但是他的肝臟沒有硬化 所以他去移植了一個 有酵素的肝臟進來 然後呢 這個缺乏酵素的肝臟呢 他拿去治療一個可能是肝癌 或者是有肝硬化的病人 所以就不會把這個肝臟丟掉啦 所以這樣可以多拿到一個肝臟 可是這種做法呢 都很辛苦 偶爾才可以遇得到 也不是每一個病人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開始就有人想 這裡還有說 在台灣的規定裡面呢 我們如果要活體捐贈 就是要捐贈給自己的親人的時候呢 一定要18歲以上 那或者是說呢 他未成年但是已經結婚了 而且要跟這個接受者 或者是五等親以內的家屬 他有一些條件上的限制 為了避免大家器官的買賣 所以他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事實上我們真正 就是需要患肝的病人 他真正能找到適合肝臟的人 並沒有那麼多啦 並不是那麼容易 那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去突破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呢 最近大概一二十年來 一直在發展的就是這個 血型不相符的肝臟移植 那這個大概大家也都慢慢的都了解它 那血型不符的肝臟移植 它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跟我們前面講到過的 因為血型不符嘛 所以我們血液裡面 基本上很可能它就已經存在著 這個ABO血型的這些抗體 都已經有這些抗體存在 那有這些抗體存在的時候呢 當我們器官一種進去的時候 我們表現在細胞表面的這些 ABO血型相關的抗原 就會被這些抗體認識 它一認識上去以後呢 它就會發生什麼 發生哪一種排斥 哪一種排斥 超級性排斥 它應該要發生超級性排斥 所以一發生排斥以後 超級性排斥以後呢 它會釋放出很多的細胞激素 然後會有很多的這些發炎的血球聚集 然後會活化我們的一些凝血因子 所以很快的那個血管就會塞起來 就會被塞起來 所以以前ABO血型不相符 是被認為不可以做這樣的器官移植的 但是我們要解決問題 我們一定要回過頭去想 有沒有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發生超級性排斥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什麼問題 什麼地方是我們可以去解決的 有幾種辦法 一開始大家想 你既然超級性排斥很猛嘛 對不對 那我就下猛藥給你 我就把原來的抗排之藥的劑量把它提高 把它加量 那大家覺得當我移植以後 我去加這個藥量 有沒有機會避免掉超級性排斥 在你的想像當中 你覺得可能或者不可能 因為它的問題是在於 這個接受者體內 已經有抗原 已經有抗體了 本來就有抗體了 所以呢 我現在在移植後 我把藥量加高 那個抗體原來還是在的 它只能說我在移植以後 的免疫反應可以被抑制 可是那些抗體還是存在的 所以這樣的做法 它的效果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加了量以後 不但副作用變多 但是呢 它的排斥並沒有減少很多 所以呢 這個做法其實 在嘗試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再也沒有人再去做了 那接下來呢 還有幾種辦法 大家有去做嘗試 第一個呢 就是想要把皮障拿掉看看 那為什麼拿掉皮障 皮障可能覺得有效呢 因為呢 皮障是我們身體裡面 最大的一個淋巴組織 那這個皮障裡面 有人體裡面的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淋巴球 它裡面呢 有很多這些白血球細胞 免疫細胞 包括巨視細胞 素塗細胞 自然殺手細胞 T細胞 還有什麼 B細胞 那我們的抗體哪裡來 是B細胞那邊過來 所以呢 如果我們把皮障拿掉 減少這個B細胞的量以後 有沒有機會 減少這個排斥的產生 那結果呢 有做了嘗試 皮障接觸以後呢 果然人的免疫力會下降 所以呢 它會增加一些感染的風險 像肺炎鏈球菌 腦末炎霜球菌 嗜血感菌 這些感染 皮障拿掉以後 這些感染會增加 所以顯然皮障拿掉 會讓免疫力下降 這件事情是對的 是存在的 好 那可是呢 切了皮障以後 增加了一些 像血管的酸塞 手術部位的流血 胰臟或者腸胃道的損傷 而且它對於這種 前面講的這種超級性排斥呢 好像效果也不佳 也沒有那麼好 好像拿掉皮障之後呢 免疫系統裡面 它自然會有人填補那個位置 然後一樣會造成免疫反應 所以光拿掉皮障 好像缺點還比優點多啦 所以呢 後來這個皮障切除 也越來越少人做 早先在做ABO血型不符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拿掉皮障 但是到現在幾乎很少地方 會要求把皮障拿掉 好 再來 血漿置換 我們講問題是抗體 問題是原來存在 我們血清裡面的抗體 所以呢 我可不可以藉由一些方法 把這些抗體把它拿掉 好 這個方法呢 怎麼樣呢 把身體的血液抽出來 然後在外面有一個血漿的分離器 然後呢 把血漿 用一個pump 打到 就是把它拿掉 把它抽掉 然後把剩下來的血球 混著原來的補充 另外的補充液 就是另外我們再給它新的血漿 然後再打回這個人的身體裡面去 那因為呢 血漿裡面含有抗體嘛 我們抗體會含在這個血漿裡面 所以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逐漸的把這個接受者的抗體 慢慢的把它拿掉 那這樣子的話呢 可能我們在移植的時候 它就器官就不會直接遭遇到 那麼多的抗體 所以這個是血漿製飯的想法 好 那我這裡就要讓大家想一想 這個補充液裡面 我如果用的是同樣血型的血漿 就是跟這個接受者同樣血型的血漿 你覺得有效還是沒效 有效還是沒效 應該沒什麼效 為什麼 我要做這件事情就是什麼 我是A血型的話 我的血漿裡面有B的抗體嘛 對不對 那我拿掉B的抗體 我又從這裡打了A型的血漿給它 這裡面有什麼 一樣有B的抗體 所以我拿掉了又補回去 那就做白弓 所以你猜通常這裡面 我們會加什麼血型的血漿 O型 O型有什麼 O型的血漿裡面 有A跟B的抗體 所以應該要給什麼型 A B型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大家知道這一點 你就看臨床醫師的做法 其實沒什麼太大不了的 你就是想就知道 這裡面我當然要給它沒有抗體的血漿啊 所以我當然在這裡面是給A B型的血漿 這樣子的話 它裡面沒有抗體 我逐漸的就可以把這個抗體洗掉 就把它洗掉 然後洗到我覺得可接受的程度 再來做移植 這個有沒有效 有效 現在還在用 所以現在在做A B型血型不符的移植的時候 我們會做這種 做這種治療 另外呢 用CD20的單株抗體 CD20是一個針對V細胞的一個抗體 它可以破壞我們的V細胞 讓V細胞不會繼續再製造抗體 所以用CD20的治療 讓V細胞的數量減少 然後讓抗體的數量下降 這樣子來減少血液中的抗體 這個目前也還在用 目前還是在使用 好 所以呢 現在A B型不符的器官移植呢 我們的做法是怎麼樣 這些抗排斥治療 你覺得如果你是醫生 你會在移植的時候才開始用 還是在移植前你就開始用 應該要移植前開始用嘛 因為我們不要的是什麼 我們不要的是 我在移植的時候 還有很多抗體在血裡面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當然是在移植前 我就開始打這個Anti-CD20 就是能夠破壞V細胞的這些抗體 然後呢 我把V細胞給破壞掉 讓它不再產生抗體 然後移植前的一個禮拜開始呢 我開始做血漿置換 把它的抗體洗掉 然後呢 兩天洗一次 兩天洗一次 洗一次 洗一次 洗到什麼時候呢 洗到它的Titer 就是它的架 架數 那越低的時候就1比16 就是比1比16還小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做移植 就是你洗抗體洗到很低很低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時候來做移植 相對來講 它就有機會成功 而且它目前的成功機率 跟血型相符的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所以藉由這樣的方法 我們可以做ABO血型不符的移植 那ABO血型不符的移植 還有一個族群是比較容易做的 兩歲以下一歲以下的小孩 那這些小孩呢 因為它免疫系統都還不成熟 所以根本它這些抗體 它的表現都不強 所以呢 像這樣的小孩 甚至我們都不需要做這些治療 就可以直接做ABO血型不符的移植 OK 好 那這個是我們在移植上面 我們想要增加更多的捐贈者 再來呢 有很多的移植後病人會問我們 我吃抗排是要很辛苦 很麻煩 我三個月都還要來看你一次 我很不想看你 那我可不可以久一點 或者永遠不再看到你 那可是呢 沒辦法 你還是得來看我 那因為目前來說 這些抗排吃藥都還是要長期服用 但是大家追求的目標是什麼 追求的是免疫的耐受 什麼叫做你免疫的耐受 其實這個在很早以前 就是Metal World 他們就已經觀察到 有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那就是說 免疫耐受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我們接受一個 其他外來的器官的時候 我應該要發生的免疫反應 可是呢 他竟然沒有發生 他竟然接受了這個器官 那這種叫做免疫耐受 但是免疫耐受 他的意思並不是說 你對所有的外來物都沒有抵抗力 並不是這樣 他只是說沒有反應 他並不是說 我對所有外來的東西 我都不加抵抗 這個不是的 那叫免疫缺乏 不是叫免疫耐受 所以他只有對特定抗原 是有這樣子的反應 那免疫耐受是什麼意思呢 早期的觀察是這樣子的 他們發現兩隻牛 這兩隻牛 他們在媽媽肚子裡面的時候 他是一卵雙生 他是用同一個胎盤 他是用同一個胎盤 那他們小時候在胚胎裡面 就兩個是用同一個胎盤 所以他血液互相之間是有接觸的 在他出生之後 他們發現 兩隻牛的血裡面都有對方的血 對方的血球可以存在他的身體裡面 而且你做皮膚移植的時候 他皮膚不會被排斥 但是他根本不是一樣的牛 兩隻牛 你看就是說根本你就知道 他是不同的一個基因的來源 所以當時他們就發現有這樣的狀況 這個牛在胚胎時期 他互相這個有血球的這種 共用一個胎盤 互相接觸之後 他可以接受對方的一個移植物 那後來接續的實驗裡面 也看到說呢 如果小鼠在這個胚胎時期 他打了另外一株小鼠的皮細胞 我們把A品系的小鼠的皮細胞 打到這隻老鼠的身上來 如果他還是在胚胎時期的時候 去打這個皮細胞 他長大之後呢 他會接受這個A品系的老鼠的皮膚 他可以接受的 可是如果說你用另外一隻老鼠 不是A品系的老鼠 你移植給他 他這個移植會失敗 也就是說他會認得 我小時候的朋友是誰 然後長大他就把他當自己人 可是長大的才來交朋友呢 那就沒有用了 他還是會排斥掉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發現 就是說其實在我們的免疫系統裡面 是有這種所謂的耐受性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都在想 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人 產生對那個器官的耐受性 然後可以讓這個人可以不用吃抗排吃藥 那這是最理想的 不過很可惜 因為我們不會在出生的時候 就知道誰會把器官給我 所以我不可在那時候打對方的皮細胞 所以當然有很多的辦法去做 但是現在大部分 我們在觀察這些免疫耐受性的時候 大部分的臨床實驗都是這麼做的 都是說我選一批病人 那移植超過很久 超過4年5年 然後他的肝功能正常 沒有排斥的現象 然後他只使用單一種的免疫抑制劑 然後這些病人因為他很穩定 我假設他已經接受了這個器官 他已經對這個器官產生了免疫耐受性 所以我就在36到52週之間 我把這些抗排斥藥慢慢的把它停掉 目前的結果看起來 他可以成功完全不吃抗排斥藥的機率 大概百分之62、63 也就是三分之二左右 不到 差不多60%左右 很多的臨床試驗的結果都是這樣 另外有百分之三十幾的病人 他會發生排斥 所以目前這個辦法好像不太行 就是說如果我本來一個好好的器官 我停藥了之後 我有百分之三十幾的機會 會發生排斥 我當然覺得這樣太危險了 這樣太危險了 所以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現在想要知道的是 有沒有什麼標記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知道這個免疫的耐受性 是已經達成的 這個是目前在移植上 我們在努力的方向 所謂免疫的耐受其實有幾種 有包括有天然的免疫跟誘導的免疫耐受 那免疫耐受呢 它有分中樞耐受跟周邊的耐受 什麼叫中樞的耐受呢 就是說我們的這些淋巴球 在骨髓生成之後 它會跑到我們的胸腺裡面 然後胸腺相當於一個什麼 學校啦 它在教這些T淋巴球說 誰是你的朋友 誰是你的敵人 這個你可不可以打 那一個你可以打這樣子 OK 那在這裡 它產生免疫耐受的方式是什麼呢 它就是當這個T淋巴球 不成熟的T淋巴球 它遇到在胸腺裡面的 這個抗原表現分子 如果它表現出來的是自己的蛋白質 自己的抗原的時候 這個淋巴球自己會怎麼樣 我不對 我不應該打我的兄弟 所以它就自己凋亡掉 自己會死掉 所以這些會對自己的抗原 產生抗體的 或者產生免疫反應的這些淋巴球 自己會凋亡 那另外一批沒有凋亡的 它會變成所謂的調節性T細胞 調節性T細胞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它到周邊去以後 它會告訴人家說 這是我們兄弟 你不要打它 所以它也會造成免疫的耐受性 這個叫做中樞耐受 那有一種叫做周邊 周邊的意思是什麼呢 周邊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我們T細胞 遇到這些抗原表達細胞的時候 它應該要活化 然後開始複製繁殖 周邊 在周邊學 就是說有些逃掉中樞耐受的 這些過程的T細胞 到周邊的時候 它原本應該要發生免疫反應 可是呢 有些機制會使得它沒有反應 視而不見的意思 它就有看到 但是它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那這待會我還會再講一下 稍微解釋一下 另外的話 當然它有可能被T細胞給抑制掉 另外也有一些呢 它如果長期遇到這個抗原 但是都沒有反應以後 它自己也會凋亡掉 所以它藉由這樣的方式呢 在周邊也會造成一些免疫的耐受性 那我剛才講說 哪一些時候它可能會沒有反應 我們正常狀況之下 我們前面提到 這個抗原表現細胞呢 它跟T細胞接受體結合以後 然後會活化這個T細胞 對不對 可是它要活化的時候 它旁邊必須要有一些夥伴 必須要有一些共機的分子 就是旁邊這個B7跟CD28 也要面對面要碰在一起 兩個都有的時候 它才會有這個免疫反應 有時候呢 會遇到一種狀況就是說 我有CD28但是B7不見了 它找不到它自己的對象在哪裡 那這種T細胞呢 它沒有共機分子的抗原辨識 它就會失能 它就會沒功能 然後呢它現在沒功能以後 它下次遇到相同的抗原 它還是不會認識它 它還是不會發生免疫反應 所以這是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說呢 CTLA-4就是有一種分子呢 它不是CD28 它是另外一個分子 然後它去把B7把它站起來了 就是先去奪人所愛啦 就是把它奪起來 然後呢 讓CD28沒辦法跟B7去做結合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它也會讓T細胞失能 所以呢 有這樣的方式可以讓我們身體 產生免疫的耐受性 好 所以我們有過去 其實很多人開始在想辦法 怎麼樣去引發免疫的耐受性 例如說呢有人把捐贈者的這種抑制T細胞 就是調節T細胞把它弄出來 然後打到這個接受者身上去 那因為它這種T細胞的功能就是 去抑制掉這些活化T細胞的功能嘛 所以打進去之後 好像可以讓器官能夠比較不發生排斥 這個在動物實驗上面是成功的 那再來的話呢 有一些做法 例如說全身去照放射線 因為呢 我們的免疫細胞是從骨髓出來 然後到胸線去教導它嘛 所以呢 去照全身的放射線 就破壞掉所有的骨髓細胞 或者是把這個胸線去照 Radiation 去照放射線 然後呢 就是把你的學校給破壞掉 然後重建 然後重新弄一套克剛的意思 那這樣子的話呢 看能不能呢 就是說交出不一樣的T細胞 然後讓它不會去排斥這個 進來的器官 那當然這個大家 剛才一聽我看很多人在搖頭 把我弄在放射線下面照 那我可能這些細胞還沒死 我可能就半條命了 的確如此 所以這個只有現在有一些骨髓 像骨髓移植的時候會這麼做 因為骨髓移植的時候 就是你要照一照 把骨髓裡面的細胞都把它壞掉 然後種進去新的細胞嘛 會這麼做 但是大部分的實體器官 都沒有這麼做 都沒有這麼做 好 那另外當然就是我們剛才講的CTLA-4 那這個東西 因為它會跟B7結合 所以可以阻斷掉它的共機的這種反應 就是共機分子的一個反應 所以也可以讓免疫的耐受性會出現 但是到目前為止 臨床上還沒有一個確實的辦法 可以做得到 這個都只是指於一些實驗的階段 好 所以我們的目標當然是希望有一天 這個好心的稻草人呢 跟習人講 我把我的器官給你的時候 這個習人都可以很開心的說 好 謝謝你 所以希望有一天李教授需要我們 什麼提供這個服務的時候 你會很happy 不會擔心任何事情 那所以呢 今天要非常感謝就是過去曾經信任過 我們的很多的病友 那他們在我們這些學習的過程裡面 其實給我們很多的信任跟支持 那我們也學了很多 移植的團隊其實需要非常非常多人的參與 那放射線科的醫師 藥師 病理科醫師 然後麻醉科醫師 加護病房等等 有很多很多 我們需要一起努力的同伴 那也感謝兩位 能夠讓我有機會參與移植的老師 朱樹勳教授跟李柏芳教授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謝謝 好 我第一位請這個徐勇齊同學 我是楊梅高中的徐勇齊 楊梅高中的徐勇齊 幾年級的同學 二年級 高二的同學 我的問題是說 剛剛一開始不是有個奧地利的外科醫生 他不是移植一個腎臟到另外一隻狗 兩隻 一隻狗的腎臟 移植到另外一隻狗的脖子 我在想說 那為什麼放在脖子 不是放在別的部位 我們是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我們好 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是當初 那為外科醫師遇到的問題 一般來講我們都覺得說 器官移植最好 把它移植到它原來的位置上去最好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 它原本的器官不一定要拿掉 所以我們就會想說呢 把它移植到另外的一個地方去 那在動物實驗呢 當然它的目的是為了決定說 多少的腎臟足夠一隻狗來用 他原本 他其實這位奧地利醫師 他的研究裡面 他有一部分是在研究說 腎臟到底多大才夠用 所以他最早在做實驗的時候 他其實是把腎臟移植到哪裡呢 腹骨溝 他原本是移植到腹骨溝 因為移植到腹骨溝呢 比較方便就是尿可以 接出來或者是接到膀胱嘛 對不對 那 可是他發現呢 狗會去舔那個腎臟 還會去抓那個傷口 所以那個腎臟壞掉 有時候是被他自己 舔舔舔搖搖搖 然後就壞掉了嘛 所以他發現哪裡舔不到呢 然後呢 舔不到 而且他還可以把那個 塑尿管把它接到皮膚外面來 所以怎麼去知道 那個腎臟有沒有功能 你看他有沒有尿 很好 跟諾貝爾獎得主一樣的想法 所有的問題都是好問題 我們又再次學到了 好 我接下來請黃承鑫同學 我是中正高中高三的學生 然後我想問 一個是 我最近在課本上有看到說 現在有在 有一個技術師 要想要嘗試做體外培養器官 然後再把這器官移植到體內 那這樣的話這個方法可行嗎 然後如果可行的話 它有什麼副作用 然後就是如果像同卵雙胞胎 他們如果配對是完全吻合的話 那這樣他們還需不需要用到抗排斥的藥 然後再就是 如果是同卵雙胞胎 他們一定會排斥 他們也會產生排斥嗎 還是說就可以完全不用排斥 沒有排斥的狀況 黃同學是有備而來 他是我們的這個長期很 每次都來參加我們這個 每次都問很重要的問題 對對對 這問題的確是非常重要 第一個問題是人造的器官 人造的器官 目前人造器官的發展 其實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一個就是說我們在體外培養細胞 往往那個細胞的長法 它不會跟我們正常的器官 是一樣的長法 舉例來講我們培養一個肝細胞 它這個肝細胞 它可能羊羊羊羊羊羊 結果它就結成一顆球 可是我們肝臟的構造不是一顆球 肝臟的構造其實它有 它的一定的細胞排列 所以當這些細胞的排列 跟正常器官不一樣的時候 它發揮的功能就會不太一樣 而且像我們肝臟組織 它也不是只有肝細胞 它裡面還要有膽管 還有一些免疫細胞 所以這些細胞 它怎麼去組合成為 跟原本肝臟一模一樣的樣子 然後讓它的功能 也有一模一樣的這些功能 其實是目前還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當然有些解決的方法 例如說呢 我可不可以像蓋房子一樣 先給它一個鋼筋骨架 然後再把這些東西弄上去 可不可以 當然有機會 所以呢 目前世界上有人在做這樣的研究 就是說呢 它就是把骨架搭好 然後我把那個有功能的細胞把它弄上去 那弄上去之後呢 一樣的問題 它也要讓它能夠長期活著 那怎麼樣讓它長期活著 這些細胞是不是 跟我們人體裡面的細胞一樣 它仍然能夠正常的更新 能夠正常的再生 這個我想也是個問題 所以我想你提的 你的idea是一個非常好 而且非常重要的idea 將來有一天我們有人造的器官的時候 我們就根本不需要煩惱那個 我們剛才提到器官缺乏的問題 只是目前還有一段距離 那有關銅卵雙胞的部分 如果這銅卵雙胞真的就是說 它的基因都是一樣的話 是可以不需要抗排斥藥 它的器官是可以存活的 它是可以存活的 那通常長期來講 它也不會發生排斥 它可以這個器官種上去之後 它可以一直活著 那但是這些器官種上去之後 其實有時候會是一些構造上的問題 舉例來講我們接一條血管 接一條膽管 時間久了 它都可能會有一些疤痕組織的形成 所以有時候它會狹窄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 就是說像血流不順的問題 那這時候它當然也會造成 這些器官的損傷 但是這種損傷通常跟它原本 這個基因所帶 就是基因帶的這些免疫反應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我接下來請林俊瑋 教授好 我是那個過臨國中的老師 那我這邊 你是生物科嗎 李化 李化老師 那我的問題是說 剛才教授有提到說 那我們在做器官移植的時候 有的話會做一步就是 把人體裡面 把我們血漿裡面的抗體把它去掉 好 那這樣可以避免一些免疫的反應 那有沒有辦法反過來就是說 把器官裡面的抗原先去掉 或者是不要讓它不要作用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或許也可以 以減低一些免疫的反應 那不知道這樣子可不可以 好 謝謝 我們的抗體把它拿掉 或者因為器官裡面這些抗原 其實它是與生俱來 就是說我生下來 我帶著這樣的基因 然後我所製造出來的蛋白質 我所製造出來的這些器官包氣 其實它帶的這些抗原 其實就是已經定下來的 所以呢 在這個器官它移植過去之後 就算我們把裡面的血可以洗的東西 全部把它洗乾淨 然後這個接受者的人 他血液進到這個新的器官的血管以後 他仍然會去接觸到這一些 就是說移植物的器官跟細胞 那所以他仍然會去認得 這一些外來的細胞或者蛋白質 它就是一個抗原 所以這個移植物大概 它本身就是一個大的抗原 所以大概沒有辦法說 把這個抗原把它拿掉 好 我接下來請陳希華還陳希偉華同學 我是揚眉高中三年級的同學 我念的字是華嗎 是新華 對 沒錯 華 謝謝 我是想問說 如果就是剛剛教授有說 一二歲的孩子長大後 就是在一二歲的時候 就是移植會比較容易成功 那我想問就是如果長大之後 他免疫系統變強了 那器官是否還可以繼續使用 然後還有就是可能那個孩子生出來是蝦子 或是耳朵就是有點障礙 那移植那些也就是都可以用 或是生殖器官這樣子 您的意思是說 它本身有一些缺陷就對了 就是天生的一些缺陷 那你說移植以後可以用的意思是 原先是眼睛不能用 你可以換一個 譬如說我們眼睛現在可能還是做不到 換一個東西它可以 就看得到 原先是天生看不到 移植了一個眼睛就看得到 是這個意思是 是是是 OK 好 對 就是說 第一個問題是 小孩子 小孩子他在年紀很小的時候 接受移植 那他最大的不同就是說 他比較容易產生我們剛才講的這種耐受性 其實他比較容易產生的 所以其實這些器官 他會隨著這個小孩子長大 他也跟著就一起長大 那這些器官其實他存活的時間 還是可以很長一直都可以活著 那通常我們在藥物上的調整 我們還是會看他有沒有產生這些急性排斥 其實如果有我們會把藥量做一些調整 如果沒有 事實上我們很多的小孩子 他吃的抗排吃藥的量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低 他從小一兩歲就是吃這樣的劑量 一直到他國中高中到大人 很多小孩子甚至他的劑量調整都不多 表示說他比較能夠去接受這樣的器官 至於說他有一些先天性的缺陷 他能不能藉由移植就把這件事情整個矯正過來 那要看我們的缺陷是什麼樣的缺陷 我剛才演講中舉的第一個例子 那個是酵素的缺陷 就是說他沒有酵素嘛 所以他沒辦法處理一些氨基酸 所以他會有酸血症 那我們移植肝臟呢 其實提供的是那個酵素 所以他的問題如果是酵素 而我提供的也是酵素 那當然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但是這種提供酵素他沒有解決全部的問題 因為那個酵素他在身體的其他組織應該也要有 可是我只給他肝臟 那為什麼給他肝臟可以解決問題呢 因為肝臟是個非常大的器官 所以他提供的酵素的量已經非常的多 所以他可以矯正大部分的不正常 那至於像眼睛這種有神經的這些傳導的問題 那就要看他的神經正不正常 或者他缺損到底缺損在哪裡 如果說像角膜 你常常會聽到角膜移植嘛 那他後面的部分 眼球後面的部分都沒有壞 只有壞角膜 那我們換角膜他是看得見的 可是如果說他天生連後面的這些四神經 後面的問題都已經不正常了 那光換前面的這個部分 可能就沒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要看他出問題的部位到底是在哪裡 好 我接下來請彭曉惠同學 就是我想請問一下醫師 你覺得 你是高級同學 我是楊梅高中二年級的彭曉惠 高二 楊梅高中二年級同學 就是醫學它是一種藝術嗎 還是它是單純的科學 您是怎麼看待就是移植醫學這種問題 我這個特別請你 OK 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不要覺得這個跟科學完全沒有關係 其實我們在做科學的研究 或者是在執行一些醫療的時候 除了我們要對這些科學的基本原理有所了解之外 其實我們也要有這一些你所謂的這些藝術的這些思考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像這些免疫反應 它基本上都不是那麼的大家想的單純 不是A則B或者A則B則C這麼單純的一條線 其實它有很多旁邊的路可以走 所以當我們去治療其中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有可能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永遠知道說 我今天把B這條路徑阻斷之後 生物體會不會想要走C的另外一條路過去 有可能的 所以在這個之間 我們必須要有一些藝術的思考 我怎麼去取得平衡 就如同我們決定要不要吃一個藥 我們剛才提過 有些藥它會造成腎功能不好 但是我不吃 器官會排斥 那怎麼辦呢 我們當然要有一些思考 但是思考之後 我們仍然要有科學的態度 去證明哪一個做法是好的 例如說我覺得腎功能比器官還重要 所以我就把這個人的抗排斥藥減量了 結果它的結果是變成這個器官就壞掉 這個人就過世了 所以我們必須用科學的態度去探討這個問題 到底減藥好呢 還是犧牲它的腎臟好 OK 所以這個裡面它還是科學的成分 但是你要有人文跟這些藝術的思考在裡面 這我完全同意 我想這位同學提這個問題 可能有一些因素是他想要了解 到底當醫生是一種什麼滋味 當醫生需要什麼樣的特質 那因為當醫生 醫生在台灣是一個很受羨慕的一個行業 每年這個高中生上大學 這個只要是念第三類組 大概這都是第一次院 而且分數幾乎到不可思議的高的地步 才能夠例如說上這個台大醫學系 比如說那以外科醫生 這麼你長期的這個 這麼多年的經驗來看 到底當一個好的外科醫生 真的需要很好的成績嗎 很好的學業成績嗎 這個有人好像是說好像未必是如此 可是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因為在場有很多高中的學生 他說我想當外科醫生 可是我就是考不上 好 我其實要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高中的成績也不頂好 我不是頂好的成績 真的 我更精確跟你們講 我畢業的時候在我們學校 排不進前十名 我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 但是我就是說 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說 當一個醫生你必須對這件事情 你要有相當的一個熱情在 你為什麼要當醫生 今天你認為當醫生可以給你什麼樣的一個 跟你想要成為的一個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 是不是符合你想要的那個樣子 因為其實現在你認為當醫生 他可以變成是一個身份地位的表徵 或者是說你可以收入比較多 我想這個大概會越來越低 就是說大家現在也不覺得醫生有什麼太了不起 而且事實上我們工作的時間跟壓力的程度 我相信你用這樣相同的付出 你應該可以得到更多的回饋才對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大部分 我自己覺得很寶貴的地方是 我們會接觸到會看到 一般人所沒有辦法看到跟接觸的事情 包括說當一個人面對這些疾病 或者是他生命有危險的時候 他到底是怎麼樣在經歷這些事情 而我們是怎麼樣參與在這件事情裡面 那所以我常常在跟大家講 就是說一個外科醫師的成熟 其實絕對是很多人幫我們付出學費的 其實每一個外科醫師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都因為有很多病人給我們的信任 所以他願意把自己的身體交在我們手上 而我們從這件事情這些病人身上 我們學到很多很多 我們今天之所以知道這些移植該怎麼做 血管要怎麼接 怎麼做他才不會出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出過事情 所以才會知道怎麼做不會出事情 所以其實我今天能夠站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我一定非常珍惜我自己現在的位置 因為那是太多人付出代價所成就的 まあ 絕對不是我一個人 好 這是當一個外科醫師 我自己覺得最寶貴的地方 好 那我現在替一位網路朋友提問 Alan郭 我不曉得他在哪裡 以前我們這個網路提問他還會說 他在美國哪裡或什麼的 Alan郭朋友問說 患頭甚至患腦手術是可能的嗎 是否有哪個器官是未來技術進步 也不可能移植的 我想器官離職或者是醫療 其實你說什麼事情是不可能 我覺得在現在的科學發展當中 其實我幾乎可以說它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說它有很多的困難都有機會可以突破 但是相同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做這個醫療 到底我的目的是要幹什麼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 然後我說我要把我的腦袋換掉 這想起來有點怪怪的 因為換了腦袋之後是我還是他 所以這個就是說 不過這個可能其實是倒過來 你生病了你要保有你的頭 你要換一個身體 對 聽起來應該是這個樣子才對 所以就是說我想就是說像這一些 我們醫療的一些發展 其實源自於我們對這些疾病 或者是一個生命的要求 像一開始為什麼大家會想要做移植 因為就是我缺了什麼 或者我什麼器官壞掉了 然後我換了一個器官 可以讓我正常的生活 過好的生活 所以我才會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們不會去亂換 亂換了以後反而帶來的 可能是一個災禍 而不是一個好的地方 所以的確現在也有人在換手 換腿 有的 因為我少了一隻手不方便 少了腿走路不方便 這的確是有的 而且都慢慢他會成功 但是初期的實驗他有可能遭遇困難 例如有些人他換了手 雖然他得到這個方便 但是因為他吃很多抗排吃藥 導致很多的副作用 所以他反而覺得他的生活沒有變好 他多了一隻手 可是他並沒有生活變好 所以他回去又把那隻手剁掉 有可能的 但是這是發展的過程 可能經歷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將來會不會進步到說 那隻手相當於跟自己的手一樣 我們不知道 這個當然如果有一些困難被克服了之後 說不定他是有可能的 教授你好 我是台師大大一的學生 哪一系呢 我是科技系的 科技系 台師大大一科技系 對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經過這一系 就是經過這一場講座 我發現就是移植器官是需要 就是從免疫系統開始去處理的事情 那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來去處理免疫系統 那這樣我們本身的這個免疫系統 會不會就因此而有所損傷 未來可能還有引發其他的疾病 好這是非常實際也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在坊間很多的這些 有很多的食品啊 或者是很多的東西都告訴我們說 可以提升免疫系統 聽起來提升免疫系統好像是件好事 但是呢 提升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過剩了以後 其實它也會導致一些疾病 像大家很多什麼過敏 自體免疫疾病啊 氣喘啊 這種都是免疫系統 不正常的被激發嘛 被激發 所以呢 我們提升免疫系統 對一個人來講 是不是有好處 其實完全是看這個個人的一個狀況 他本來如果是免疫力不夠 而導致他有疾病 那當然適度的去讓他免疫系統好一點 這個當然是有意義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移植後的病人 他抵抗力下降嘛 所以他很容易感染啊 他很容易感冒啊 他很容易肺炎啊 甚至有些感染很難控制 你知道最好的治療方法是什麼嗎 把抗排制要停掉 你把抗排制要停掉之後 他的免疫力就上來了 然後他的感染就會被控制住啊 所以這時候提升他的免疫力 是因為他感染的關係 而不是我要讓他的器官不要發生排斥 所以要看我們整個治療的目的是什麼 那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講 老天給我們的一般都是平衡的 就是都是剛剛好的 兩邊都剛剛好 所以我們自己去提升這個免疫系統 的確有可能會導致一些疾病 所以也不是一個很恰當的做法 那我想就延續剛才的那個就是問題 就是如果我停掉了那些抗排制藥的話 那這樣我們新移植的器官會繼續 會被受排斥嗎 也是還是會有 好 停掉抗排制藥 在這些病人身上會不會出問題 人的免疫系統其實還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那個至今我們還不是非常的理解 就是他對這些病源 就是例如病毒感染 細菌感染 黴菌感染 在這些移植後的病人 如果他發生一個嚴重的感染的時候 我們把抗排制藥停掉 我們的免疫系統好像會先去攻擊這些外來抗原 然後我們通常等到這個感染被控制好了之後 你再慢慢的把抗排制藥加回來 OK的 那你說有沒有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直接把抗排制藥停掉 可以的 我們其實已經有一些病人 他就是在移植後他發生了一些病毒的感染 以至於他發生了一些淋巴腫瘤 這個淋巴腫瘤跟我們使用抗排制藥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抗排制藥給停掉 停掉之後他的淋巴腫瘤就獲得控制 後來甚至消滅了 然後這個小朋友他的肝功能也沒有高起來 所以我們後來抗排制藥就沒有給他吃 所以這個小朋友到現在為止 他都是藥也不用吃 器官也好好的 他也沒有淋巴瘤 所以他自動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所以這裡面其實還很多的秘密值得我們去探討 為什麼這個人會怎樣 但是有些人不行 有些人那個抗排制藥還是要加回去 接下來我請曾上娟 我想問一下就是因為剛才有提到血漿置換 如果是RH血型系統或是甚至Jr血型系統 這樣會有影響嗎 通常來講就是說我們當然 這個其實跟你使用的器官還是有關係的 有些器官它比較容易發生排斥 有些器官比較不容易發生排斥 那比較容易發生排斥的器官 基本上還是需要做處理 這樣才會減少它發生這種抗體引發的排斥反應 但是有一些器官因為它就是說會發生排斥的狀況 是比較少的 舉例來講像肝臟 肝臟其實它本身就是一個免疫器官 甚至有人認為肝臟裡面的這些抗原表達細胞 它甚至會去教育這些免疫細胞 告訴它說不要去發生這些排斥反應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要不要去做處理 要不要加重它的抗排斥治療 基本上會看它的器官是哪一種器官 然後再來決定說它可不可以這麼做 還是需不需要做治療 好 那個大概就是說比較mine的那個部分 大概就是說現在在移植上 我們就是說比較mine的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嚴重就是了 影響不是那麼大 所以還是有主從主要次要的差別 我請李雲敬同學 教授好 我是內湖高中二年級的學生 然後我想問的是我不太懂前面說慢性排斥 它是持續的急性排斥發生的 那持續是什麼意思 是前面發生急性排斥之後再發生就會造成嗎 其實慢性排斥現在真正的機制 其實大家對它還不是那麼的明瞭 那持續性的急性排斥它會造成慢性排斥 可能的原因是因為在急性排斥的過程裡面 它也會有很多的抗原會被釋放出來 所以它就不斷的會引發一些免疫反應 所以現在在器官移植完很久以後 其實也仍然會發生一些像抗體的一些 經由抗體產生的一些排斥反應 那這些抗體產生的排斥反應 有可能是在慢性排斥的這一塊 它可能佔了一個相當還不小的一個角色在 那但是就是說這個過程是怎麼樣發生 然後它怎麼樣去治療 其實到目前為止在移植界還沒有一個共識 在最近才剛把這個診斷的方式 稍微比較明確的定義下來 那但是就是說它過程它急性 是不是因為它過去不斷的有比較輕微的急性排斥 使得它的抗原不斷的釋放出來 然後讓整個免疫系統暴露在這些抗原裡面 然後到最後引發出一個累積起來 引發出一個免疫反應 那這個是有可能的一個機制之一 謝謝 我剛看到你的這個演講裡頭 你有報告到說 例如說你的Paper就是台大 台大的這個療程 這Protocol是 你說我們台大這麼做的 那以肝臟移植 我知道這個台灣其實恐怕事業上 這個做的是滿領先的 所以我們台灣有些Protocol其實是 這個就等於說輸出來 就是國際上都來使用我們的這個Protocol 是不是有這種情形 目前其實這些Protocol 其實甚至在台灣 每一個醫院用的Protocol都還不一樣 都還不一樣 那這個當然是跟每個醫院它病人的選擇 還有就是說自己使用的經驗 其實都會有一些關係 那這個中間其實也是大家會去抓一個平衡 就是說我希望哪一個副作用可以減得比較低 那我可以接受哪樣的一個副作用 那還有就是藥物使用的複雜度問題 因為目前在台大 我們使用的是比較簡單單純的做法 所以往往我們移植後時間久了以後 大部分都只要使用一種藥物就好 所以病人在服用方面比較簡單 甚至我們有一些小病人長大要去出國留學 他要處理這些藥也比較簡單 但是如果說我使用要兩種三種藥 它才能夠維持好 那雖然有一些地方他會覺得說 這樣做可能排斥的可能性會稍微低一點點 可是因為他使用藥物上面就會變得比較複雜 甚至有時候會忘記吃 尤其像大家這麼忙 我們有些小朋友長到像高中生這個階段 他就常常出去補習就忘了吃藥 那出去補習忘了吃藥 這個就會造成一些排斥的問題 所以我想每一個醫學中心 他之所以會選擇不同的protocol 他都有他的道理在 只是說大家的意見是怎麼樣 因為這個東西就變成說沒有所謂唯一的標準答案 OK 所以這個怎麼講 這個不是講好話 說醫術的判斷上是有差異 是的 對 不過我們台灣應該是 已經是世界上是最好的對不對 我們大概是互相參考 尤其是歐美人跟亞洲人 其實我們的那個排斥的反應也有差異 對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會去參 就是互相參考 所以真的講說台灣是如此 那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普世的 對 也沒有 也很難 醫學難 對 沒有錯 或者說他的這個複雜度 對對對 就是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就是 好 我接下來請這個 彭隆俊是不是 我是楊梅高中高三 好 楊明高中高三 楊梅高中 對 楊梅 楊梅 可是前面不是有說把腎臟移到 狗的脖子嗎 我就想說 器官 可不就是 可以移植到 跟原先不同位置的地方嗎 的其他地方嗎 器官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其實人的器官它要維持它 長期生活 其實它只要有動脈血進去 提供它的養分 然後它有靜脈出來 它有地方可以流回心臟 基本上這個地方就有機會可以存活 但是到底要種在哪裡 這個當然有很多的考量 舉例來講像腎臟移植 我們現在大部分都還是種在 靠近骨盆腔這個地方 它的理由是因為 它容易把它的輸尿管 種回膀胱裡面去 因為我們總是不希望我種了一個腎臟 那個尿就是我每天要帶著一個袋子 一直在接它分泌出來的尿液 所以大部分選擇的位置 會選擇在這些地方 但是有一些器官像肝臟來講 肝臟它進去的血流有兩套 一條叫肝臟脈 一條叫做門徑脈 所以我們選擇去移植的地方 也必須要有兩套的血液循環 就是說它必須要有這些血管可以接才行 然後它要有膽管或者腸子 可以去接它的膽管 所以這樣種的位置主要的考量是這個 好 我剛在你演講中聽到說 像肝臟比較大的器官功能 肝臟移植之後使用期比較長 現在就我們所知好像還沒有上限 起碼已經有25年的 最最最OK 那表示說其他器官就使用期比較短 你可不可以約略介紹一下說 譬如說腎 腎的使用期平均是 腎臟早年大家會覺得它大概是10年到15年 但是現在免疫制劑的改善 其實腎臟移植慢慢的他們也claim 就是說也宣稱它也沒有使用上限 像心臟跟肺臟還有肺臟 大概它的使用時間就會比較短 尤其是肺臟 肺臟大概就不到10年 那會有這樣的差異 很大的理由是因為肝臟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器官 一般我們需要的肝細胞 大概只要我們整個肝臟的30%就夠了 也就是說我還有70%的一個緩衝 所以就算一個移植的肝臟 它部分沒有辦法發揮功能 這個人還是可以存活 還有就是肝臟本身有再生能力 就是說移植之後這個肝臟雖然我給它的比較小 可是它慢慢會長大 其實像小孩子它到後來它的肝臟大小 跟它原本該有個肝臟大小是一樣的 所以肝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器官 像這種到使用期所謂到了之後 我們平常的處理是二次移植 對 就是做二次移植 對 那這個就是說多次移植這個我不知道現在有多少的 我們有多少的經驗可以談 在台灣其實我們要接受多次移植的機會其實是比較少的 因為在第二次第三次移植以後 因為它先前曝露過這些抗原 所以第二次第三次移植的時候它的排斥會加速 而且嚴重度會變得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在第二次第三次移植的時候 比較不會選擇再用活體移植 因為第二次第三次它做活體移植萬一失敗 那它付出的代價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第二次第三次可能就會選擇用大愛捐贈的方式來做 那又就這個大愛捐贈這個話題 你就提醒我們說 我們台灣其實真正在等待的人數是八千九千 可是能夠有這個器官提供器官也大概就不到十分之一 我想這個當然有文化因素 這個歷史等等 全世界有沒有哪一個國家哪個區域是 兩個比例是最接近的 有 像西班牙 西班牙它整個捐贈的這種風氣是非常的盛 所以它這種就是說差距比較沒有差那麼多 但是仍然不夠 像在很多的歐美國家 他們活體移植之所以沒有做那麼多 像在美國他們早期也不太贊成活體移植 因為當時他覺得他帶捐贈的量已經大致上可以接近 那所以他們不希望這個活體移植的捐贈者去冒險 所以他們就不太鼓勵活體移植 而且在那邊有發生過活體捐贈者有一些死亡的案例 所以就這件事情就一直被就是說被好像反對 那但是因為移植的適應症越來越多 那以前只有那種非常嚴重的疾病才能做移植 到現在我們甚至為了改善人的生活品質 都可以考慮去做移植 所以這種器官的需求量它是在增加當中 所以現在單靠大愛捐贈而能夠符合這個需求的大概沒有 全世界大概沒有 大概沒有 不過當然有落差 落差 那我們台灣算是比較低的對不對 那你可不可以看出說有個趨勢說我們有在進步 我能不能這樣講有沒有在進步 觀念上應該有在進步 但是實際上進步不多 大家如果有興趣你上器官移植的登錄網站 你大概就可以看到每一年的捐贈數量 大概最近幾年來的增加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所以這個要不要做一點呼籲 對就是說其實器官在我們發生腦死了之後 它很多的器官仍然有功能 但是就是說我們的神經系統 也就是說我們大概沒有辦法恢復一個正常的意識 也就是說這個人在定義上可以說他是已經過世了 所以留下這些有功能的器官 其實是可以幫助其他這些有需要的人 那所以我想就是說也鼓勵大家 就是說可以有機會的時候可以去填這個器官捐贈卡 好 接下來我請吳之如同學 醫生你好我是實驗中學高三的學生 哪裡實驗中學 新竹科學院 新竹 新竹實驗高中 然後我有幾個問題我想問一下 就是剛剛有提到免疫耐受中有消暑移植的實驗 那裡面提到說要用皮細胞 那這是因為它是淋巴器官裡面 那如果是用其他淋巴細胞可以嗎 那還有就是plasma exchange中的side effect 有一個是門禁脈栓就是那個 它中文是什麼啊 喔 血漿置換裡面有一個副作用是門禁脈栓塞 然後它的那個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它的原因 然後還有第三個問題是 肛因免疫抑制劑有介紹了七八種 那裡面有一種是那個單柱抗體的OKT3 那它會有耐受性的問題 那其他的抗排斥藥會不會再長期服用 像剛剛講到肝臟已經有二十幾年了 那會不會也有那個耐受的問題 那如果有的話有沒有這樣的案例 然後後來解決方案是什麼 然後延續剛剛那個台師大的學姐問的問題 就是那如果說就是在 剛剛有講到醫生有講的一個案例 是有一個小孩患了肝臟之後 然後他因為有感染就停掉了抗排斥藥 那結果後來治好了之後呢 他就不需要再吃抗排斥藥 那有沒有辦法說可以說 有誘發這件感染症狀 就比如假性用發肢的東西 來協助停掉抗排斥藥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是那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有點晚叫到我 所以問題會越來越多 然後就是 呃 呃 我有聽過那個就是 半膜是用牛的或用豬的 那有沒有 那如果肝臟用動物的 就是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案例 那因為肝臟會再生嘛 那會不會再生之後的那個肝臟 可能會比較接近是人體原本的 還是動物原本的這樣子 這吳同學是非常認真的 他這題目太多了 不然我們就先就記得的來好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OK 第一個就是說 就是說 引發這個免疫的耐受性 就是說除了動物實驗裡面 他用的這些皮細胞 其實現在比較多 大概是用一些幹細胞 大概是用一些幹細胞 就是說 像骨髓啊 這一類的 就是說用幹細胞 來先做一個移植 然後讓它去產生 就是說去適應 這樣子的一個免疫系統 就是說讓這個打進去之後 讓這個胚胎 它在發育過程裡面 它的免疫系統 會去接受 那個給它這個幹細胞的 一個動物的移植物 所以的確不是只有皮細胞 不是只有你剛才提到的 從皮脹抽出來的細胞 像這些造血細胞 其實都可以的 好 那另外就是有關那個 門進脈酸塞的問題 那通常我們皮脹的血流呢 它從皮動脈進到皮脹之後 它出來的血流是經過皮靜脈 進到肝臟的門靜脈 然後進到肝臟 那所以呢 當我們把皮脹拿掉的時候 它的皮靜脈 沒有任何的血液回流 也就是相當於一條河流裡面 它那個水流是靜止的 所以那個地方呢 就會開始發生有血塊 有血栓的問題 然後那個血塊跟血栓呢 它會不斷的累積 有的甚至會塞到門靜脈那邊去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皮脹切除之後 有可能發生門靜脈酸塞的理由 然後再來 就是那個免疫意志劑 就是有沒有就比如說 二十幾年之後它可能突然有 就是免疫意志劑的耐受性的問題 會比較有耐受性的免疫志劑 通常都是一些抗體 那因為這些抗體本身 它就是一種蛋白質嘛 那其實它既是抗體 其實打到身體裡面 它又是一種抗原 所以人在接受第二次第三次 不斷的接受相同的這些抗體的時候 它不斷接觸相同的蛋白質的時候 它就會很快的去把它中和掉 所以越打那個效果就會越不好 那還有就是說 那個你說小孩子是不是 你說小孩子有感染 然後我們把免疫志劑停掉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不可以去誘發一些感染 然後使得它有機會把抗拍是要停掉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新的idea 我覺得說不定可以試試看 其實我不是開玩笑 其實這個有可能 我不覺得這件事情不可能 我好像是在什麼影機真的看到類似的概念 但是只是說這個感染 你如何控制它剛剛好 因為這種感染有時候 會因為我們是處於一個免疫低下的狀況 然後它會over 因為剛才那個案例其實算是 lucky 算是好運氣好 所以它剛好停掉藥做一些治療之後 它的淋巴流可以被控制 但是實際上我們沒有控制住淋巴流 甚至做了化學治療都控制不住 然後病人離開的有沒有也有 如果是像打疫苗那樣子 就是半死不活的細胞打進去 然後就是讓那些免疫細胞去攻擊那些細胞 因為它的感染毒性比較小 會比較有辦法控制 的確你說的沒有錯 其實我們在打疫苗的過程裡面 免疫系統被活化之後 的確有時候會看到氣管被排斥的狀況 的確會有這個狀況 但是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去做到剛剛好 我們怎麼樣去做到剛剛好 你要打到剛剛好的劑量 然後剛剛好讓它就是能夠產生這種耐受性 但是它不會產生排斥或者其他的副作用 我想這個是的確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地方 對 我聽吳同學這樣追問一系列的問題 還說前面的同學就這樣 我覺得他很有潛力變成一位很好的醫生 他問的其實已經專業性相當高了 對啊對啊 OK 我們其實Q&A已經進行快50分鐘了 所以我必須要結束 我讓最後一個問題給一個網路提問 這是一位洪榮聖朋友 這是網路觀眾 他說前面講的抗排斥的藥 都是讓免疫系統無法作用或增值 這樣不是會很容易讓病毒或細菌進入身體 例如使癌細胞教育透過血管轉移到身體的其他地方嗎 對 這個答案是會的 因為在服用免疫抗免疫抑制劑之下 我們整個免疫系統是被抑制下來的 所以其實它發生感染或者有惡性腫瘤的時候 它的整個表現跟一般人是不一樣的 像有一些感染在一般人身上 我們不太會發生嚴重的病 舉例來講 聚細胞病毒 我想我們在座的人裡面 在台灣 我們大概八九成 體內都有這個聚細胞病毒 可是當我們有這個病毒感染的時候 大部分我們的症狀都像小感冒一樣就過去了 但是在這種吃抗排斥藥的病人身上 它可能會導致一種叫做聚細胞病毒引起的疾病 像說聚細胞病毒肺炎 聚細胞病毒肝炎 或者聚細胞病毒的腦炎死亡率都百分之八九十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些病人的感染的確是會相對嚴重不好控制 惡性腫瘤也是一樣的 我們看到很多因為肝癌來移植的病人 它在復發的時候 它的復發的型態 跟一般肝癌復發的型態會不太一樣 大部分我們做一些治療 局部治療造成的肝癌復發 通常它都只有局部或者是都局限在肝臟裡面 可是吃抗排斥藥的病人 它肝癌復發的時候 都是在外面 都是在骨頭或者是其他器官 甚至一次復發就是很多個地方都有 整個肺部都是 這種常常會看到 我想這個都跟它免疫系統被抑制是有關係的 好 雖然還是有很多朋友的提問 我們真的沒時間能夠回答這些問題 所以今天的講座就到此結束 我們最後是不是一掌聲再謝謝何醫師 這個精采的演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